今天是2024年3月19日 星期二 今日焦点继续有我周天卫为大家分析时事声音导航 今天我们主要想跟大家讲两个话题 第一个是综合过去一个星期 美国逼中国公司自折跳动卖盘TikTok的发展 看一看当中反映出西方白权的脆弱心态 第二个话题我们会讲一下关于香港人对内地同胞的心态 自从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以来 香港就多次出现排斥内地人 甚至有歧视的丑闻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内地专才来到香港 在生活和工作上无可避免要多接触之下 如果香港人还是不放下旧时的公傲心态 又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们今天主要会和大家讲这两个话题 好了,我们先回顾一下TikTok的新闻 美国时间3月13日 众议院以352票对65票通过法案 要求TikTok在180天里脱离母公司自折跳动 如果不是,就会在美国遭到封禁 下一步就将由参议院去审议 不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就说 不急于通过这个法案 也未定出参议院全体表决的时间表 TikTok行政总裁周秀芝对众议院通过法案 觉得失望 他说TikTok为美国1.7亿用户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自己的平台 他说如果TikTok在美国被封禁 将会令30万个美国工作岗位面临风险 所以公司会不停抗争 包括行使他们的合法权利阻止禁令 TikTok也有向部分美国用户发通知 呼吁他们打电话给参议员 要求反对相关法案 虽然距离法案通过都尚有一步之遥 但在美国国内 一帮豺狼已经蠢蠢欲动 美国前财长武蔭放风 他说正在筹组财团去试图收购TikTok 而美国总统拜登在众议院表决前 已经说明了 如果国会通过这个法案 他就会签署 至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他批评法案毫无公平正义可言 看得到别人的东西就想据为己有 完全是强盗逻辑 他之后还搏弃美国驻华大使 白欣斯说美国标榜言论自由 自由市场经济 但就用国家的力量去打压特定的企业 才是真正的讽刺 说到这里相信大家都对TikTok这件事有初步了解 也都明白到美国不是要封禁TikTok 而是要TikTok去中国化 其实这件事件上美国政客的立场很简单 一个字就是个惊字 惊中国的社交平台令到美国的年轻人 沉迷而不能自拔 惊中国社交平台的演说法会抛离美国十万八千里 惊美国的大选中国会拿到数据出手左右 更惊到在听证会上有高薪低智的议员 多次去追问TikTok的CEO周秀之国籍 但事实是美国逼TikTok去卖盘 是毫无实际作用的 因为中国早在2020年制出技术出口限制 对TikTok内容推荐算法类似的技术 其实已经进行出口限制了 退一步来说 就算TikTok真的要卖 很大机会买家都只是买到一个壳 是得不到当中的核心技术 逆了手之后 还能否留下用户呢? 真是一个大问号 但为了令中国的社交平台 不可以留在美国本土 甚至怕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美国政客明知无用都是要做的 这就是无音为什么会说 TikTok很可能无法盈利 但它值很多钱的原因 因为美国要不惜一切去中国化 当然美国的害怕也反映出他们有多自卑 坊间有分析认为 美国今次以极速方式通过立法 众议院属下的中国战略特别竞争委员会 3月5日提出了有关法案 能源和商务委员会在3月8日传票通过 众议院传院也随即在3月13日通过了 美国最重视的言论自由 原来都可以因为所谓的国家安全 快刀斩乱麻 我想问美国有什么资格去质疑香港立23条呢? 堂堂世界一哥在TikTok受美国法例监管之下 都要用尽国家的力量去打压 即是没有自信可以制行这个平台 亦都没有自信可以创造一个可以与TikTok竞争的平台 所有的恐惧其实都是自卑心作怪 美国越是要出力去打压TikTok 越是见到它的可悲 我们看完国际新闻 我们看看本地的消息 昨天3月18日举行经济高峰论坛2023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 截至今年2月底 各类人才计划已收到超过25万宗申请 亦批出大约16万宗 超过10万人已来香港 至于高财通计划已接获超过7万宗申请 有4万多名高财已来香港 根据调查5成人已经在做事 月入中位数是5万港币 大约4分1高财平均月入是10万或以上 大约1成更有20万以上 同时他们在2023年全年带了大约3万名子女 来香港定居 大约9成14岁以下 勞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咸 今年1月底回复查询时透露 他说截至2023年12月 批出的高财通申请有9成都是来自内地的 可以看得到越来越多内地人 很大机会落地生根成为香港的生力军 怎样融入香港生活就成为他们要面对的课题了 由立法会议员上海龙担任创会会长的 香港高财通人才服务协会 他积极协助这班高财 曾与其他机构搞过招聘会 亦举办活动和聚会 希望这班高财能够适应香港的环境 不过某一些香港人对内地的心结似乎还未放得低 由2012年以反水货客之名 开始有偏激者针对内地游客 踢劫、辱麻、层出不穷 来到去年更爆出国泰空者 歧视内地客的丑闻 可以看得到这种风气到今天都未停 但随着越来越多内地人才来到香港 在日常生活、职场上 无可否认是要跟他们接触多了 还是用以往那种港人高人一等的心态 去对待人接物 根本就是制造矛盾 尤其现在来香港的 不少都是内地的专才 随时可能是大家的上司 偏见和歧视 第一对你自己的工作根本就是毫无帮助 最惨就是可能自讨苦吃 其实放大来看 今天的香港已经不可以再单打独斗 如何一路融入祖国 一路保持自己的特色 这个相信无论是特区或市民 都是要好好思考的问题 今天的今天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看完精彩的评论分析 怎少得支持Vanessa Child YouTube 的三部曲 留言、赞好和订阅 期待大家下一次再看我们的影片